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讲的鹰形母 则是最主流 最正宗的日渐战机 多达200余种 鹰形母99%的物种都在鹰科 猛禽的特点是强 就是单纯战斗力强的意思 当其他物种还在考虑能杀死几倍大小素食者的时候 猛禽呢 却有机会杀死自己体重几倍的死肉动物 拿武器装备举例子 B25比谢尔曼轻很多 但是攻击力远高于谢尔曼 鹿力动物呢 主要靠嘴攻击 嘴大 头就得大 头大得很了 身体就扛不住 就像坦克 靠炮攻击 口径一般呢 也就是100毫米上下 突击火这种啊 基本就是个大笨蛋了 而猛禽的攻击器官是爪子 正好可以悬挂在身体下方 很多鸟鸟在树上睡觉啊 却掉不下来 这时因为它们跟腱设计的很巧妙 只要顿一下就会锁紧 因为重锁得又结实 飞行动物嘛 主归还是要落地的 所以脚趾的动力呢 正好可以有一部分来自于腿部的力量 不过呀 更多的呢 还得单独给卧力加点 动物嘴巴张开角度能达到90度呢 就很不错了 而脚趾的日常张开角度是180度 主要是个头很大 如果只有鹰的脚趾的话 那么张开后啊 会跟自己的小腿差不多长 而且每根脚趾末端会有一个匕首一样的铁钩 八根钩子同时发力 伤害力可想而知 不过 脚趾和走路也是矛盾的 脚趾越强壮 重量呢 就越大 就像穿了铁鞋 长长的指甲呢 也会影响走路 所以你看大猪爪的鹰站着很帅 可是走起路来呢 就跟老大爷似的 而且 爪子的功能性也比较差 腾和泡尔可以打比赛 端红酒 而动物的嘴巴 除了杀人 还可以切肉 碎骨 抱孩子 咬破龙子逃生 可以说是很多动物的命根子 而鹰吃饭 还得烤光锅状的会来死肉 鹰最出色的地方在于 它长得帅 还能翱翔天地 自古以来 都是自由 桀骜不驯等精神战象征 像刺客信条一到关键时刻 不出现你的老鹰 你的气氛都燃不起来 刺客信条有一招空中刺杀 甚至很多和刺杀无关的游戏 从上往下攻击后背 那都得有秒杀效果 因为对方的弱点呢 完全暴露在自己面前 而因为飞 连地形那都不需要找了 不过 鹰攻击小猎物倒是可以一招扭断脊椎 而攻击弹的猎物是靠挤压胸枪 加上爪子的刺穿伤害和放血才能杀死猎物 实际上你会发现 很多带着人的猎物 猛青的攻击根本当场就死不了 就开始活吃了 你的行为哪像刺客 根本就是解忆味好吧 可是人家的确有阿萨斯应该有的 盈眼视觉 选飞行员要求视力好 而日行猛青的视力 在几类动物里可以说是天下第一 猛青的两个眼珠子比自己的脑子还要重 而且是圆柱形的 眼睛面积大 近光量大 成像更清楚 眼睛长 焦距更长 无论远近都能看清 脊椎动物视网膜中间有个中央凹 这里视椎细胞很多 看东西最为清楚 人类的中央凹每平方毫米有15万个视椎细胞 而猛青的都大100万个 这还不够 猛青的一个眼睛有两个中央凹 主中央凹深度较大 成像清楚 视线向外 探测范围广 分辨率高 两个浅中央凹 视线靠近中轴 虽然分辨率更低 但是具有双目视觉 能更加精准的判断距离 在罢兵营里猛青多采用双目正式 超过21米多采用单眼测试 所以鹰对你测的头不是不想理你的意思 而是它在上下打量你 鹰在远接地飞行的时候 会以单眼发现猎物 也不会直线逼近 而像A3130一样 呈螺旋杖飞行 逐渐缩小距离 在距离足够近的时候 则使用双目视觉 像司徒卡一样指导荒龙 高功率设备往往需要最大的散热供电机构 猛青的眼睛里有从四神经末端吐出来的疏膜 可以给视网膜单独供电 能进行长时间高强度工作 而不会眼干眼色 眼疲劳 猛青眼睛上面还有一层半透明的顺膜 能在复达高电子环境下作战 有了这些一部精密的杀戮机器便完成了 叫做鹰里面最有代表性的 还属于鹰亚科鹰属成员 比如苍鹰 松雀鹰 雀鹰等 有观众可能会问 不对啊 这玩意怎么看起来瘦瘦小小的 怎么和我想的不一样呢 不是每一滴牛奶都叫犀牛奶 大型猛青哪有那么多呀 除了苍鹰比较大 常见的呢 一般也就一斤多甚至不到 诸如雀鹰 苍鹰 松雀鹰之类 最相当于标准型三代机 它们的翅膀原而宽阔 巨大尾翼非常协调 具有不错的机动性和爆发力 能在命令自由穿梭也不撞速 技能空中作战捕杀鸟类 还能对立攻击 杀死老鼠兔子 可以说是鹰科里的多面手 祖心骨 杜弗有句式叫做日照香炉伸子鸢 子鸢呢 指的就是风筝 约亚科其实也是一类特殊的鹰 风筝可以空中飘 而鸢体型消瘦 翅膀狭长 具有超强的滑翔能力 能在开阔地带进行低空 长时间盘旋 甚至进行垂直旋停 相当于轻便灵活的教练机 黑色的福渊擅长空对空作战 它的嘴巴比例在鹰类里非常大 能将昆虫瞬间吞下 因为喜欢在黄昏活动 它们也非常喜欢吃蝙蝠 繁殖周期也和蝙蝠一样 雌星在怀孕 它们就不是怀孕蝙蝠 宰子在长大 它们就不是蝙蝠宰儿 教育渊也不一定是渊雅科 不过这就是历史遗留问题 大家也不必分得太细 比如黑渊 这个鹰就没有那些毛衣一样的条纹 是深色的显得大气纹重 其实呢 我们俗称的老鹰指的就是黑渊 就是黑色慧 纹身杆 纹带的呢 就是黑渊 是一种分不及往的猛禽 还有撞上设计的丽猿 喜欢吃水边的鱼虾青蛙之类 还有螺猿 嘴巴像个汪钩 可以把蜗牛肉掏出来 有观众可能会疑惑 这个猛禽就吃蜗牛 也太没出息了吧 猛禽呢 不过是人类的代号而已 蜗牛不也是肉吗 不必在意他人的目光 才能活出真正的自我 比如蜂鹰亚克的蜂鹰和凤腾蜂鹰 头小脖子长 长得跟鸽子似的 它们的食物居然是蜜蜂和幼虫 以及蜂蜂 蜜蜂这玩意就是自爆无人机 群体攻击连小熊都看不住 而蜂鹰居然防御力比较强 一只点防御的鸟 因为蜜蜂的遮阵比较尖锐 但是力量较小 蜂鹰的脚爪有很多鳞片 自然不用担心 身体厚厚的羽毛 也让蜂鹰无法吃中的表皮 比较脆弱的头部 也长得如铃片一样 又小硬硬的羽毛 甚至它们的眼皮也变得非常结实 鼻孔也成了一个小小的缝隙 因为体型太大 蜂鹰能以吹哭拉朽之势 攻破蜂巢防御 甚至把整个蜂巢彻底毁掉 堪称猛青中的电子战飞机 整个蜂鹰亚克长得都非常秀气 一点也不像杀手 比如维剑神杜鹃的黑棍捐笋 凤头捐笋 酷子杏克的白锦鱼 狗嘴鱼呢 居然长成了判鹦鹉的样子 这嘴巴呢 也是用来吃蜂牛的 一类比较正常 又喜欢在开阔地带的猛青 是狂亚克 它们体型偏大 头胸部看起来很饱满 比较符合我们心中鹰的形象 比较多的有普通狂 为什么用普通命名 是因为它们的爪子实在太小了 只能抓一些小老鼠像鸟之类 但是活得很好 也是蛮厉害的 还有腿毛浓密的毛脚狂 体型巨大的大狂 著名配音演员 红尾狂 因为很多猛琴 在唯一方面比较差地 所以原声不是很好听 而红尾狂 它叫起来是这样的 是不是很厉害 每周有一种狂 叫做利刺鹰 颜色很香烟 这种鹰虽然飞行能力不是很突出 但它们居然能二刀六只 集群捕猎 追求细袭化协同作战 这是因为 它们生活在平级的三毛地带 所以群居能减少容错率 而且它们的腿又细又长 所以也会经常下地 徒步作战 大概因为是群居动物 所以利刺鹰 可以说是鹰里最老实 最听话的了 人工繁殖和血缘方面非常成熟 在国外非常常见 要说擅长地面作战 还要一类大型师傅猛亲 旧 突鹿亚克的体型通常非常巨大 和弄物种基本随便一长 就能超过六千克 只有极少数略所猛亲 才能达到这个数字 有人说突鹿长得丑 但我觉得突鹿有一种粗犷的美感 一股子喝大干后的沸土风 一般大家想起来突鹿 都会想起来 大光头 长脖子的鸟 然而实际上突鹿是长这个样子的 并不是全突的 俗称 做三雕 发型呢 也和梁家辉差不多 突鹿 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鹰科动物 最终拿到14千克 一展最大可达3米 而其他的秃头 或者寸板的旧类 都被称为无旧 不管他是怎么叫的 这些大型的猛型的行为 倒是差不多 那就是减尸体吃的 一般越来的动物越笨重 然而突鹿亚科的飞行能力 却很强 因为减尸体需要碰硬器 所以它们的翼展 往往非常巨大 具有超强的滑翔能力 能借助高空热气流 白嫖飞行动力 能飞行75公里 而不扇动一次翅膀 航程远 载带量大 这就是B-52和突鹿 一样的老式重型轰大机 而且它们还为高空突防 像喜马拉雅山的高三无旧 体重仅次于突鹿 达到12千克 高三无旧的平均体型很大 不像突鹿那样忽高忽低 实际上你去动物园 就会发现 这哥俩块头几乎一模一样 据说高三无旧能飞越喜马拉雅山 黑白无旧 更是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鸟泪 在11000米的高空 被吸到客机的引擎里 这高度是什么概念 即使放平了 你却是11个欠米袍夹起来 至于落地后 有尸体自然一拥而上 可是没尸体怎么办 那就要抢劫 突鹿的陆地活动能力还很强 这是因为 它们的爪子就在上肌爪 非常耐磨 很轻便 走路很快 虽然输出不如烈士猛青 但猛青血量太低 而突鹿又高撞 攻击距离长 就能凭借佛三无影角 赶跑对方 有时候 靠着六亲不认的威慑步伐 就能弱子退算 为了保持头部卫生 突鹿亚克的发脸通常都比较稀少 看起来不是像摩根弗里曼 就是像曼德拉和安南 像肉垂突鹿 越突越强 身体粗壮 虽然不是非洲最大的猛青 但的确是个惹不起的玩主 还有一类师傅猛青 颜值很高 那就是 呼救亚克 这颜值的确是老鹰帮的老大 高到想让人枪毙 因为嘴巴附近 有两个小胡子而当名 这种猛青不争不抢 但不明理 只是最后吃骨头 它们喉咙延展性很好 脖子处的骨头也夜不死它们 骨头里面的骨髓 还有大量的脂肪 但是呼救无法打开骨头 就练习高空头弹 把骨头摔碎在石头上 幼年呼救 要练习很多年 才能掌握这种技巧 它们也很喜欢吃龟 还一不小心 砸死过古希腊追逻家 艾斯库罗斯 它还有两个白色亲戚 一个叫白乌救 喜欢吃蛋 会用石头把蛋敲碎 保加利亚地区的 它会用树枝卷羊毛制作潮雪 另一个叫做棕女 肉食者比未能圆猫 它们不爱吃肉 喜欢吃棕女果 占据了成年鸟15% 幼鸟的90% 是唯一以素食为主食的猛亲 讲了这么多实性奇怪的 下面进入正题 将讲大型略实性猛亲 汉语上 我们称呼它们为 雕 可以理解为重型战斗机 和高性能轰炸机 雕与雕之间不一定是贴旗 仅仅只是长得比较大而已 不过比较主流的是真雕亚科 有的体型不是特别突出 但是生活在丛林里 有着宽圆的翅膀 还有漂亮的头罐 看上去非常潇洒 亚洲的被称为 亚洲鹰雕鼠 鹰雕的爪子非常强大 能够捕杀猴类 蝙蝠 鸟类和爬行动物 而南美的则叫做 美洲鹰雕鼠 服装更加鲜艳一点 黑鹰雕叫做暴君鹰雕 擅长捕杀各种大型 涅齿木 凤凰一样滑美的 利鹰雕 则喜欢吃硬物等大型鸟类和猴类 最最符合我们常规认知 体型也比较大的 是真雕鼠 像草原雕 白尖雕 西班牙地雕 都是人类比较熟悉的大型猛青 真雕鼠里的一些大型猛青 更是在整个鹰科里 都是名列前茅的存在 下面就是 十大掠死猛青坎点 顺序是我编的 仅供娱乐 全球六大洲都有鹰型母 而澳洲最大的一种 则是本期的第十名 澳洲之王 蝎尾雕 磁性体重3-5.8kg 雄性2-4kg 对 你没听错 虽然我们常说雄鹰雄鹰 但是磁性猛青 一般比雄性更大更强壮 个个能顶半边天 蝎尾雕 因为飞行使尾巴呈零行而得名 外形非常粗犷 毛发不是很旺盛 毕竟澳洲实在是太热了 蝎尾雕 身材销售 骨架很大 大长脸大长腿 总觉得像TFBOY的主唱王千元 翼展自然也不小 因为澳洲大陆 第四宽阔 大翼展能够让蝎尾雕 在1800米的高空 进行长距离巡航 蝎尾雕不然大 而且它们居然会极群不列 要知道 澳洲的陆地石头洞 本来就不是很大 强势的蝎尾雕 甚至能够杀死巨大的 轰大袋鼠 而且它们很有防空意识 会攻击人类的滑翔机 甚至连荒板最强的无人机 也会被它们摧毁 最后 人类给无人机涂上了生物迷彩 让无人机看上去更像是一只老鹰 这才解决问题 第八九名 领掌克星 免鹰雕 免鹰雕又叫非洲冠雕 体重甚至还没卸尾雕大 雌性只有3.2-4.7kg 雄性2.5-4.1kg 看着头冠掌就知道它是丛林物种 但是免鹰雕的身体素质极为优秀 有猛青里按比例来讲最强的爪子 能接近6厘米 即使在所有猛青里也是前几名的存在 这让免鹰雕捕食的猎物 已是相对于自己平均体型最大的 是唯一常态猎物超过9kg的猛青 你看本来出合两个小夫妻洞房呢 结果看对方不睡 一招就把对方抱头秒杀了 所以猛青排名就是托克勒 输出语出实在太严重了 免鹰雕也是世界上最喜欢吃灵长力的猛青 甚至是唯一会杀死人类的猛青 曾经杀死过一个20kg的幼儿 210万年前 古人类化石汤儿幼儿 就有可能死于免鹰雕转下 1500年前 马达加斯加还生活了它的近期 马倒免鹰雕 以各种大型狐猴为食 重达7kg 只可惜已经灭绝 不然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虽然我把免鹰雕要爬到第八九位 但仅仅是为了排二排 也许它还可以更高一点 因为和它排名类似的 是撒哈雷以南第二大劣士猛青 非洲黑雕 磁性体重3-7kg 磁性体重3-4.2kg 黑色的涂装让它看起来颇为低调 实际上黑雕虽然什么都吃 但失误创作的时候却颇为挑食 非常喜欢吃一类小型有T动物 那就是提兔 虽然像兔子 却和大象是同一个主谱 这也让黑雕的知名度比较低 第七名 白头海雕 海雕 顾名思义和水有关 相当于飞豹F-48之类的海军航空兵 既然靠着海 那就要吃鱼 海雕的设立自然不用担心 而它们的脚趾 和专门对地攻击的猛青 比起来更短 非常粗糙 爪子的弯曲幅度也很大 以便抓住光滑的鱼类 同时为了撕开接刃的鱼皮 它们的汇也变得非常强大 看起来颇有力量感 它们也会不是民用飞机 也就是天鹅白鹿等各种水鸟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抢劫其他鸟类的食物 如果陆地动物不是特别小 就可以稍微放点心 一般的没什么生命危险 吓死老子了 这要是金雕 死的就是爷了 白头海雕 虽然是美国国鸟 但历史上也踏入过灭绝的边缘 和大洲式猛气一样 白头海雕依旧是一夫一妻子 它们的巢穴非常巨大 里面塞满了树皮 而且还为潮汕天雷叶的多次食用 最大的才能达到一吨 是鸟里里最大的单体鸟巢 白头海雕也只能产乱二到四枚 二战后 因为过度死于一种叫做DDT的农药 导致白头海雕下不出硬颗蛋 再加上过度补杀 数量下降到结有400对 后来禁止使用DDT 加强保护 只用了30年的 就恢复到了无微水平 可见 很多生态会并不狭窄的并微动物 是完全可以在保护下 恢复到正常水平的 第四五六名 金雕 堪称完美的战士 在北半球的大部分地区 金雕是你能见到的最大掠食性猛亲 它的知名度同样很高 在各种影视剧和CG里都经常出现 不但知名度高 金雕也是一种很有主角气质的动物 不像蟹尾雕那么粗狂 不像海雕那么木讷 也没有离惜猛亲的邪魅 显得非常中庸 正派 金雕的体型和白头海雕差不多 但因为分布广泛 所以其重悬术比较大 大个体的磁性达到6000克以上 为什么用完美命名 是因为金雕的气动部体和身体构造非常均衡 几乎没有短板 是600形战士 没有其他猛亲因为15或者71D 出现偏刻的情况 巨大的翼展 让他们具有远程巡航能力 而发动攻击时 金雕就能以280公里的速度向下俯冲 即使是缺氧的高原 金雕也能轻松适应 金雕的武器也很出众 不管是绝对还是项链大小都很不错 不但能直接杀死猎物 还能借助地形把三羊摔死 经常有人说 猛亲能把几次金雕三羊提起来 这是不可能的 硬物三两肉只有筋骨皮 如果起飞的能量能带起来大羊 那把这个重量换成爪子 岂不是天下无敌了 不过如果猎物吃好呆在雪崖上 那金雕就可以带着较大的猎物滑翔 金雕的性格也非常凶悍 即使是地面作战 也能赶跑刺狐 更不要提其他猛亲了 因为最大的劣势猛亲 也不比金雕大多少 所以金雕就扮演着 类似美国队长强者五开的角色 金雕能屈能伸 并不挑死 大多数时候吃点小动物就能存活 如果状况比较良好的尸体 也不会拒绝 可以说金雕是尸体上最成功的大型猛亲 第四五六名 猛雕 猛雕是非洲大陆最强大的猛亲 身体构造和大小呢 基本就相当于一个换皮版的金雕 只不过只分布在非洲大陆 所以没有小个体脱后腿 但是斑点内衣和黑色外套 让它看起来比金雕 比较年轻时尚一些 猛雕也叫军雕战雕 一股的都市并往网闻那味 猛雕不但名字猛 性格呢也的确很猛 如果它是玩游戏的话 那绝对是一个全成就干地 就当哺乳动物来说 在它食谱上来就有90多种 不但有兔子猴子之类的素食动物 甚至从手猫到猎狗花豹狮子 几乎所有狮肉动物的幼崽 都被它抓了一遍 稍不留神孩子就没了 玩的就是心跳 各种大型鸟类对它来说就是肉罐头 它非常喜欢吃爬行动物 能杀死12千个重的巨蟹 所以这个排名可以说是狮子名归 第四五六名 白尾海雕 白头海雕的头部和尾巴是白色的 而白尾海雕只有尾巴是白色的 两者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 实际上这两者的血缘关系的确很近 可能刚刚分化没多久 白尾海雕可能拥有猛气力最大的驿展 因为分布广泛 所以白尾海雕也有很多小个体 较大有能的雌性白尾海雕 其中头上带10-6.9千克之间 最大的雌性估计得有7-8千克了 和其他教育免费的海雕相比 白尾海雕的性格要凶寒不少 和其他猛气抢东西丝毫不从 对于捡垃圾车的陆地动物也绝不手软 它的捕猎范围也不仅仅只有水域 还会捕杀迅鹿幼崽等陆地动物 所以我觉得排前五是比较靠谱的 第三名 虎头海雕 虎头海雕主要是回来来来的东北部 朝鲜 日本 俄老师 还有中国的专属猛亲 虎头海雕身体非常粗壮 还有超胆的嘴巴 看起来虎头虎脑 非常结实 雌性体重6-9千克 雄性4.9-6.8千克 是世界上平均体重最大的劣势猛亲 一展也和白尾海雕相仿 我非常喜欢虎头海雕这种比较憨憨的动物 黑白相间的涂装也非常漂亮 还有一类全身大部分都是黑色的变种 作为一种标准型的海雕 虎头海雕的食物主要是各种大型鱼类 水鸟还有海豹幼崽也会抢夺其他动物的食物 所以杀心不是很重 脾气也比较好 但毕竟块头太大了 所以排名第三 英克里 好有一类专门对付蛇和爬行动物的分子 称为蛇雕 脚上覆盖有厚实的鳞片 远近到嘴巴附近的毛发比较稀少 特别像短尾雕这种颜色比较鲜眼的 看起来就跟大公鸡似的 体型也不是很大 但有一种蛇雕 来到岛屿之后 便进化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猛禽之一 这就是菲律宾十元雕 作为丛林猛禽 十元雕一展不大 但是是世界上最长的猛禽 磁性的体重 约为4-8000克左右 雄性就比较拉宽了 只有4000克左右 实际上十元雕眼前也是没有毛发的 只不过和嘴巴颜色一样 不那么明显 正常情况下 十元雕一头金发 留着大背头造型 有点像尼古拉斯凯奇 而他们警觉或生气的时候 就会把脑袋后面的毛发滋愣起来 非常具有立体感 菲律宾十元雕 据说是黑帽金党大雕的原型 实际上他们并不是专门吃猴子 而是各种丛林生物都吃 比如松鼠蝙蝠之类 作为菲律宾国鸟 十元雕的分布非常狭窄 一次只能生一到两个蛋 一个繁殖周期呢 接近两年 由于七七地的破坏和农药污染 十元雕几乎是一项最深贵的猛禽 野生数量只有六百字 我们要想见到这种大型猛禽 那就得出国跑一趟了 第一名南美洲最强猛禽 脚雕 脚雕又叫哈佩雕 得名于一种舌发鸟身的怪物 而脚雕的外形也非常邪魅 不是东唐西唐的那种邪 因为脚雕是非常高的健壮的 怎么说呢 大概就是 就是 哎 对 就是这两种矛盾感的完美融合体 毋庸置疑 磁性脚雕 是世界上最重的劣磁性猛禽 最大体重 能达到精神的十千克 雄性就很小了 只有四千克多 脚雕的脚趾极为强壮 比熊爪都要长 略力量绝对是天下第一 脚雕不擅长长距离飞行 通常呆在树冠上 一发现了猎物 就能迅速出击 食物以猴子 吞鼠球鱼居多 对了 还有肃懒 敌人不但不投降 还敢向我还击 虽然脚雕实力很强 不过 南美洲并没有什么 很出动的陆地动物 所以 反而没什么傲人战技 也算是一种遗憾 除了鹰科 鹰形魔 还有两个科 不用担心讲不完 因为这两个科 只有两个物种 一个是恶科 只有恶 也叫鱼鹰一种动物 这可不是会替人抓鱼的鱼鹰 那个叫卢磁 海鸟也抓鱼 不过这两个身份 并不一样 一个是舰载机 而恶 几乎99%的食物 都是鱼 是专业反潜机 对其他动物 没什么兴趣 恶飞行技巧很高超 甚至能不扇动翅膀 进入气流悬停 不愧是鱼鹰战机 一般的海鸟 只会把爪子伸到水里 而鱼鹰 能以60公里 每小时的速度 进行俯冲 而且能把整个身体 都扎到水里 潜水深度 达一米 它们还能瞬间 从水里飞出来 这都要得利于 它们的防水羽毛 鱼鹰的爪子 也并非常规猛前的 前三后一 而是可以扭转成 前二后二 这样抓鱼更牢 另一个科 是蛇九科 只有蛇九一种动物 这种大长腿 长睫毛 非常漂亮 它不擅长空袭 而是地面作战能力更强 它们不靠爪子 到卧里杀上敌人 而是用战争践踏 踩死对方 名字叫蛇九 它们也很擅长 对付蛇和其他小动物 虽然猎物不大 但它们也是不好惹的 地面作战 能踹得其他鸟 满地爪牙 之前呢 我也有一个视频 讲过这种动物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毕竟呢 这是我有史以来 最长的视频了 写了快小一万字了 为什么要做这么长呢 这也算 我自己的一个愿望 我想时候呢 很喜欢动物 可是家里呢 只能收到做上一套 只有生病 才能看一次 周四播的人与自然 后来 我爸拿过来一本 老人要版的 错综生物 这本书 现行动物 一直到哺乳动物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都记得清清楚楚 后来呀 我家装了个锅 就素先生家里那个 每天都能看 十套和更干频道 可以说是我认识中 最快乐的有点时光 作为一个周二七代年轻人 自然是喜欢 又哭又强的猛琴 不过里面播了内容 我也控制不了 后来我看有个频道 叫做电视指南频道 知道有个付费频道 叫国家地理 天天放弃录片 直到今天呢 我也没搞懂 如何开通速度电视 即便后来 能接触到网络 然而我也只能在网络上 看到一些模糊的图片 和一些不知所谓的句子 我就想 谁能把这些猛琴 仔细的说一说呢 做一期猛琴 一直是我念念不忘的事情 我从随母开始讲 终于讲到了鸟类 视频越长 反而因为看不完 导致播放更低 不过这并不重要 我从四三岁 就像看一期 过于整个英雄母的视频 没想到等了这么多年 结果居然是我完成了它 这期猛琴 也让我重新有了难得的激情 如果屏幕前的你青春正好 不知道 它能让你兴奋二十多分钟吗 我科普的对吗 不一定 因为我也没有子党 也没有老师 我只希望 以后你能够记得 我曾经了解过一大堆自由的鸟 是龙女之声 讲给你的